面前这棵树乐剂 叫粉色达芬奇 是法国梅兰乐剂 梅兰国际推出的一款 你可以叫做风花乐剂 也可以叫做小型的藤本乐剂 它不会长得特别高 大概能长这条能长一米五左右 它也不是说特别类似于灌木 也不是说特别类似于藤本 但是它可以架结树叶级 因为它的枝条不会长得特别特别的长 但是如果说树叶级的话 如果你不修剪 它枝条也可以长得蛮藏的 所以说它这个品种 这个枝条你长得确实比较奇怪 大家看这个花 这个花形可能说你不会觉得特别好看 它是花瓣是有点这个弯曲啊 皱褶呀或者说你可以叫做这个波浪边呀 这都是无所谓的 并且这个花很硬 花很硬 花期超长 像这个状态已经开了一个星期了 所以你目前这个状态 它已经开了一个星期了 并且这个粉色的花 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优点 那就是它非常的上向 就是你不管你是拍宣传照啊 还是拍大头照啊 还是拿出来去这个朋友圈炫耀一下啊 都是非常合适的 当然说 法国梅兰推出的不仅仅是粉色达芬奇 这一款业绩 还有一个叫红色达芬奇 红色达芬奇 它相对来说 它的枝条 不会像粉达 这么旺盛 它长得要矮一些 它也能长一米多 相对来说比粉达的这个珠绳要小 如果你觉得粉达都已经很抗病了 那么红达抗运性会更加的好 大家看这个叶片 这个叶片上有一些这种扭曲啊 或者褐色的这个痕迹啊 这都是因为它春天得了一次白粉病 然后你喷药以后白粉病好了 它残留下一些这种 残留下一种这种褐色的这种斑点啊 斑块啊这一类的 相对来说 这个粉达的叶片还是具有搁质的 还是比较硬的 像红龙一样 那个叶片很硬 一般像这样的叶片都比较抗病 粉达其实很多人说抗病性不太好 但是经过我种植来说 它基本上还算是抗病的 如果和日本的月季比起来说 那这个东西抗病性的简直就是优越性的 碾压性的 并且这个红达如果说你种好了之后 它开花效果非常非常的好 有些话说我种了红达怎么就是不开花呢 那是因为你养的不够大 像这个月季 特别是稍微大型一点的月季 如果想要的开花性特别特别的好 你首先要把它养的特别特别的大 你首先你那个苗它本身就很小 它要做的就是使劲的长身体 如果苗都很小 它长身体都来不及 怎么样开花呢 是不是 所以说 这个粉达做树越级其实也是蛮不错的 并且抗病性还好 肢条比较硬 肢条很硬 并且是多头的 你看一下 大家看这一根肢条非常硬 非常有弹性 这花 就这状态维持四五天完全没问题 这个花是茶香味的 但是我闻的好像没什么味 它资料显示是茶香味的 并且红达不是粉达 粉达做树越级比红达有一个好处 就是它容易上相 容易上茎 像这个红达因为那个红颜色嘛 因为它波长的原因 你拍照总是感觉好像那个拍不出细节 总是拍出来就感觉糊成一片了 一旦它糊成一片 你就感觉好像拍不出来效果 像这种粉色的 因为它这个花吧 非常容易上相 你一拍就是粉嘟嘟的 特别容易有成就感 像红达你种一棵树 一拍糊成一片 就感觉一片红 其实别的你啥也看不清 所以说如果你想种花是未来炫耀啊 或者是为了发朋友圈啊什么之类的 最好种这个粉色的或者黄色的 或者说这个性黄色的 就这一类的 如果你种个大红色的花 你基本上很难拍出来 就算用专业的相机去拍的话 还需要把这个曝光度拉低 使劲要把这个曝光值剪几档 一般我都是剪三档 然后后期在这个 这个Footoshop里面 然后把它的这个 细节再提升上来 这样的话才能展现出红色的花 好了 谢谢大家